现在开始讨论 FreeDo 6 Tools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 FreeDo 6 工具箱 如果你调用的这个工具条显示的是英文 请你到窗口菜单的下面找到 FreeDo 6 Settings FreeDo 6 设置 然后点选Set Preferred Languages 设置首选语言 再弹出的对话框 首选语言一例面 指定Chinese中文 重新启动SketchUp 就可以看到汉化的工具提示了 这个工具栏一共包括了21个工具 点击左边第一个按钮就可以启动FreeDo工具列表 所有插件的功能一目了然 其中还有一些汉化的不彻底的 将在后面较详 将在后面较详细的讲述 将在后面较详细的讲述 主角 点坐标 面积 编写长度 供业角度等等 点击工具后 窗口上部出现一个信息区 请注意 FreeDo 6 编写的大多数插件都有这个信息区 我们可以在里面设置各种可选择的项目 所有插件的信息区都有左边的关闭 显示隐藏切换 选择区上下和左右切换 和右边的返回和离开 今后再讲到 FreeDo 6 编写的其他插件时 就不再提这个部分了 信息区的上部 分成了三个区 其实就是塞足可供选择的项目 第一组选择项目是 Information信息 在这一部分 可以指定检测时 需要显示的项目 它们有 角度 补角 元素和点的信息 可以全部选择 如果你只要检测角度 可以关掉其余的三个开关 第二组选择开关是 Angle Unit角度单位 有四个选项 度 级别 弧度和坡度 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 Axis Direction轴的方向 除了X Y Z3轴之外 还有一个N轴 就是任意轴 设置好以后 就可以使用这个工具了 我们知道 任何测量都必须有个基准 所以首先 要指定角度检测必须的基准轴 可以用鼠标直接指定 也可以在上部的信息区指定 正是对土原几合体的检测非常简单 只要把光标移动到带侧的对象上停留 这个对象的信息就显示在光标旁边了 譬如 我们把光标移动到这条线上 就可以看到这条线的角度 补角 长度和共面角 光标移动到一个面上 可以看到这个面与基准轴的垂直角和面积 光标移动到一个点上 显示的是这个点的绝对坐标值 第三个工具是 Auto Reverse Faces自动翻面 这个工具不用做什么解释 看演示就可以了 第四个工具是Construct Faces No More 这个工具的名称和用法提示的汉化都有点问题 其实 这是一个用来标记法线的工具 用法也非常简单 只要选择好需要标记法线的面 然后 点击这个工具 就可以看到 所有选择的面上已经标记出了一条虚线 数学知识告诉我们 法线是始终垂直于某平面的虚线 所以 这些虚线就是这些平面的法线 第五个工具是 Convexify 很难直接翻译 根据它的用途和表现 似乎应该译成实体分割动画 有点像制作爆炸图 但是又不能指定精确的分割和移动 很难想出它在设计实践中能发挥出什么作用 如果你也像我一样 是个实用主义者 请按下向右的方向键 跳过这几分钟 使用方法 让我先来创建个实体 选定实体对象后 点击工具 这是个参数设置面板 上面的可选择像有 Replace original shapes or put the contacts 是问你要不要用分割后的实体替换原始形状 Decomposition on a specified layer 是分割后的实体转移到指定的图层 如果选中了它 SketchUp会产生一个新的 叫做FreeDo 6 Convexify的图层 也可以自己对图层命名 Tolerance for Concavity 设置一个最小分割范围 选择零度就是不指定 Animation algorithm动画算法 是指定针间隔 选择NO就是连续 现在点击确定 用光标点击对象 就可以看到实体分割后的动画 上面的信息栏里还有一些可供选择的项目 这是实体分割后的分布范围 是原来大小的倍数 这里确定动画播放的时间长度 是否要用随机色彩附于分割后的小实体 如果窗口里有不符合实体条件的几何体 点击 Show Non-Soul 可以突出显示 左边还显示了组件或群组的数量 面滴数量 分割数量 分割所用的时间等信息 统计面类型 这个工具用来统计面滴数量 没有太多实用价值 使用方法 选定对象 点击工具 在弹出的面板上有统计数据 如果没有预先选定对象 就对统计模型中所有几何体做统计 曲线坡道 这个工具可以涌化在地面上的道路轮廓 生成坡道 请看演示 第一步 选择地面上的曲线对象 调用工具 第二步 在对话框里填写数据 点击确定后 波导线框生成 第三步 用工具Curve Loft成面 Curve Loft是重要的曲面造型工具 将在129号视频里讨论 下一个工具是 Draw Along 我把它翻译为沿着画工具 Draw Along 沿着画类似于Sketchup的直线工具 但又增加了下属的额外特性 基于圆弧中心 面或组件 组的额外的推导 下一个工具是 Draw Along 我把它翻译为沿着画工具 Draw Along 沿着画类似于Sketchup的直线工具 但又增加了下属的额外特性 基于圆弧中心 面或组件 组的额外的推导 额外的自动锁定方向 自定义的方向锁定 沿着模型中物体锁定方向 利用模型中的平面锁定方向 用预定义的属性 如柔化 光滑 隐藏来画边线 画参考线核点 复制和分段模式 按照点和方向远程推导 用Alt键关闭推导 这个插件 虽然看起来功能强大 但老怪以为 在建模实践中 很少有它的用武之地 这个视频的后半截 翻录了插件作者的无声视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零 salary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哪�家闺口 跟我们的agem镜非常主要 常见 minds 非常新智oti 或是新闻神 bed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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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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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